接受逆向 的基础啊 先讲一下啊好吧 首先是 什么是接受逆向呢 什么是逆向 其实我们 昨天啊去爬那个 王毅云音乐的话呢我们是 直接去使用的那个 第三方的一个接口对吧 去爬的这个音乐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话呢就是 直接去针对这个 王毅云的这个接口啊进行 抓包分析但是呢 在我们今天去分析这个 接口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 小的一些问题啊 先开一下那个 截图的那个软件 在 这里 好啊 然后什么是逆向呢啊 呃按照我们 常规的这个请求的流程啊 我这里给大家画个图啊 呃首先呢我们 用白色吧 我们这里的话呢 有左右两个方框啊 左边这个的话呢 是浏览器啊 右边这个的话呢 是服务 服务端 对吧 这个提供服务的一个 呃 就叫服务器吧 就叫服务器吧 而我们浏览器啊 在这里 比如我们去访问一个网站 对吧 我们要去获取音乐 那假设说我们访问的是https 啊 然后 xxx.com.xxx 那一个斜杠xxx 啊 假设我们是访问的这个链接 对吧 然后访问这个链接以后呢 就将来说我们去 我们再向这个服务器发请求 对吧 然后服务器的话呢 接收到这个请求以后啊 啊 他会去呃 从这个服务器里面去找数据 对吧 那比如说现在我要的歌曲呢 是通过的这个ID啊 ID的话呢 等于这个123456 啊 比如我们传了一个ID等于123456 然后传到服务器 然后服务器这边的话呢 他会接收我们对应发过来的这个请求 然后这边是发送请求啊 然后服务器接收到这个请求以后呢 那么他会去针对你所提交的这个请求信息 给你去找对应的歌曲 对吧 网银这边就会给你去找歌曲 啊 比如说呢 这首歌曲叫这个呃 紫英你太美 对吧 比如说这首歌叫紫英你太美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 当服务器啊 找到这首就通过你传过来的这个123456这个ID 当他找到这首歌以后 他会干嘛呢 他会把这个歌曲返回给你 对吧 那这样的话呢 其实就有了一共两个流程 一个的话呢 是发送请求 那么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响应 那这也是我们呃 讲的一个关于爬送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思路 对吧 那当我们掌握这个以后啊 我们要讲的就是呃 什么是逆项 呃 在浏览器发送请求给服务器的时候 浏览器这边的话呢 是会直接拿到这个服务器这边的一个 这个代码的对吧 比如说我们去访问这个3w点 呃 都不见了 跑这边来了 重新写一下 当我们在浏览器这边啊 去访问这个链接地址完了以后啊 那么呃 他会去拿到这个服务器的这个网页代码 对吧 他会去拿到服务器这边提供给我们这边的一个网页代码 拿到这个网页代码以后的话呢 在浏览器这边啊 呃 就是 他会去用这个服务器这边提供的代码 去请求这个服务器 继续向服务器去发请求 拿对应的一些音乐 对吧 那在拿音乐的时候呢 咱们这边浏览器这边的代码啊 他可能就会 就是说 可能会对这个请求的数据 会有一些加密操作 就比如说 原本呢 我们看到了ID啊 他是这个 123456 对吧 啊 原本看到的这个ID是123456 那么呢 实际上 他发过 他把这个请求发过去的时候啊 在发请求之前 他把这个123456啊 进行了一个 呃 加密操作 我们把这个放小一点 啊 进行了一个加密操作 啊 然后加密完了以后呢 我们实际上看到的内容啊 就是他实际上 发送请求 发过去的内容 就不是这个123456了 而什么呢 比如说 他是这么一串东西 对吧 他把这个123456啊 通过加密的手段啊 变成了这样的一串内容 然后实际上发请求 发过去的内容 对啊 就不是原本的那个123456了 而是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些密文 那然后发送给浮复器 那浮复器这边的话呢 会根据你所传过来的这个密文 进行干嘛呢 进行一个解密操作 对吧 他会把你传过来的这个密文 哎 经过这个解密操作以后啊 还原成123456 对吧 还原成123456以后的话呢 我再到浮复器当中去找 ID为123456的这一首歌曲 找到以后 哎 我再把这个歌曲内容返回给你 对吧 那其实这个就是属于一种 呃 像 属于一种加密流程 对吧 他把这个ID进行了加密 啊 当然除了ID可以加密以外 其他的参数可以加密吗 也当然可以 对吧 那像我们请求这边的话呢 一共会分为两大块 啊 一块的话呢 是请求头 那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伪装信息 对吧 然后一个的话呢 就是关于我们的请求体 那比如说我们链接的后面要传参数 或者说如果它是一个Pause的请求 那么在Data里面 对吧 他会去传一些呃参数字段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其实都是有可能会进行加密的一个呃位置点 对吧 那实际上体现在这个Network当中的话呢 我们待会去看一看啊 它是什么样子 好吧 那这个我们就先留一个小弦念 然后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整个流程 啊 它中间就多了一些加密解密的一些步骤 对吧 那这是针对于请求来讲啊 那如果说响应这边 对吧 我把这个数据响应给你 我可不可以先把这个音乐加密以后 我再反过给你呢 也可以 对吧 这种的话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响应的加密 啊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加密一共会分为 呃 大致两个部分 对吧 一个是请求的加密 一个是响应的加密 那响应的加密呢 其实主要就是针对于这个响应体 比如说原本它会返回这个指引力太美 对吧 但是呢 经过这个服务器这边的这个加密以后 处理以后啊 它变成了这个啊 JYYTM 啊 对吧 或者说啊 变成了这个 Counter 对吧 变成了这个Counter 啊 变成这个Counter以后的话呢 在响应这边 对吧 它就会啊 反过给你 然后我们实际上拿到的就是什么呢 拿到的就是这个啊 Counter 对吧 拿到这个Counter以后的话呢 诶 浏览器呢 就一看 诶 这Counter Counter不就是唱跳rap篮球吗 对吧 然后一推 诶 就是这首指引力太美 对吧 当然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不是这样的 对吧 啊 这只是说我们举例子啊 对吧 就变成了这个指引力太美 对吧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呃 对于响应这边 其实它也会 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密措施 对吧 然后我们实际上在网页当中看到的就是这五个字 对吧 但是实际上我们去抓包抓到的是这个Counter 啊 抓到的是这个东西 好吧 啊 然后具体的流程的话呢 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现在我们打开这个 嗯 打开这个网站 然后呢 我们去选择一首歌曲 好吧 比如说还是这个榜榜啊 我们去选择第一首歌 然后呢 我们去点击播放 啊 就就在这个页面啊 我们看F12 打开这个网络面板 啊 那关于这个面板的话呢 我下午的话就不去详细的介绍了 好吧 就不带大家去详细的去 找这个网络面板了 然后我们接下来的话呢 刷新一下网页啊 让整个页面重新的加载一遍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一下播放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这个当中就有音乐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点击到这个媒体这里 那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一首歌的一个音频 那 然后呢 我们要去找这首歌音频的一个来源 我们去搜索一下 那么就可以发现 这首歌的一个来源的话呢 就是在这个V1啊 这两个包是一样的 就随便点一个就行 对吧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去找到这个链接的一个所在请求 对吧 就是这个链接 还一个链接 一样的 这两个链接是一样的 我们就随便复制一个 这是我们所提到的啊 这个数据来源的一个查找 然后找到这个来源以后的话呢 咱们就需要去分析 对吧 就是先来看一下 什么是请求头 什么是请求体 我们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进度条啊 把这个滚动条往下滑 滑到这里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请求标头 对吧 这个东西它就是请求头 这东西就是请求头 然后我们一般情况下 如果要去访问一个网站 对吧 那去拿他的一些数据啊 很有可能就需要去添加这个请求头里面的一些字段 添加请求头里面的一些信息 对吧 那这里的话呢 也是我们需要去 比较值得去注意的一个点 对啊 然后因为我们说 在它里面会有一些加密字段 对吧 可能会有一些加密啊 然后具体在哪的话呢 其实可能说在哪一个字段里面 可能都会有一些加密 但是呢 呃 常规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都是比较正常的 对吧 那么这个里面如果说假设它有加密 那也肯定是在这个cookie当中 那其他里面的话呢 呃 应该是没有加密的 对吧 因为其他的东西都是一些比较常规的字段 OK 这是关于请求标头 啊 那么 什么是请求体呢 呃 一般情况下 当我们看到这种post的请求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们就需要去观察一下 这个载荷里面的这个表单数据 啊 这个内容 它就是 属于这个 请求体 好吧 这里面的东西就是请求体 那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呃 这个请求体里面的两个内容呢 很明显 就不是正常的一些内容 对吧 啊 不是正常的一些文字内容啊 什么 什么ID啊 对吧 这些东西通通都没有 而是什么呢 它是这些 相对于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些加密字符 对吧 也就是说的话呢 这个里面是一定有这个请求体的一个加密的 对吧 OK 那么在响应 那什么在什么是响应呢 我们可以点击到这个响应里面 大家就可以看到啊 这就是响应的内容 对吧 然后里面的话呢 很明显是没有响应加密的啊 所以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个案例的话呢 它是属于一个呃 请求体的一个加密 对吧 请求体的一个加密啊 那好 那我们当我们清楚了这个东西以后呢 咱们就要去讲到啊 那什么是这个逆向 对吧 那逆向究竟是什么 呃 其实啊 现在我们遇到的是请求体的加密 就像你把这个ID加密成了这些字符 对吧 那我们实际上去分析 从这个字符 从这个ID变为密文的一个过程 啊 这个过程的话呢 就是呃 逆向 明白吧 就从这个ID变成密文的这个过程 我们去通过自己的一些逻辑 对吧 一些技术去分析 然后呢 在我们的本地 或者说在我们的python当中 去实现这一个加密的流程 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属于一个呃 什么呢 属于一个这个 逆向 好吧 那你现在概念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啊 就是呃 将 明文 变成密文 或者说将密文变成明文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呃 我们的一个 我们所提到的一个呃 接送逆向 好吧 这是对于网页端的逆向啊 OK 那这个基础概念的话呢 我们就 讲这么多 好吧 然后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有问题的同学可以直接在公平上提问啊 各位有没有问题 嗯 嗯 OK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去分析 对啊 但是在分析之前的话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操作 嗯 因为实际上 对于印象方面的话呢 其实涉及到东西比较多啊 但是由于我们的时间有限 可能很多东西没有办法比较完整的给大家 呃 就是讲出来啊 所以的话呢 大家如果在听课的过程当中啊 有问题的话呢 一定要提问 好吧 一定要提问 你不要自己憋着啊 或者说不要 不要听得到没听啊 好吧 就是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嘛 对啊 能听懂就说 呃 不是 能听懂就更好 对吧 听不懂的话呢 一定要问 好吧 不然你这几个 一两个小时就直接浪费了啊 OK 然后呢 我们确定完这个链接以后啊 咱们先要做第一步 第一步什么呢 我们先要测试 对吧 先要去试一试啊 咱们能不能访问到 对吧 访问的话呢 能不能拿到资源 那就是我们接下来的第一步啊 先去 先去测试一下接口 能不能正常请求拿到数据 OK 那确认这个具体的一些加密手段 对吧 以及一些呃 加密点 那我们先把这个链接 复制一下 好 复制完了以后的话呢 我们用request去点一个post的请求 那把unl呢 传进去 然后呢 关于halus 该传的就得传 还有这个data 该传的也得传 那然后我们去 拿东西去构建一下 呃 在这里啊 首先呢 我们先写这个halus吧 我们先去传这个cookie啊 再写一个refer 呃 一般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要去加halus的话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这么三个字段啊 OK halus的话呢 已经备好了 然后最后的话呢 我们去加上这个data data的话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点击到载盒里面 有这个内容 对吧 点击查看元代吗 呃 不行 我们这样 啊 我们挨个复制吧 啊 为啥不用get 嗯 我想反问一下你 为什么要用get 对 我想反问一下你 为什么要用get 你去使用get 请求的判断逻辑是什么 那就是说 在什么情况下 你会用get的请求 在什么情况下 你会用post的请求 我想反问一下你 我想先问一下你啊 对 这个老狼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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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get请求一般情况下 在什么情况下加密 不知道加密不 请求方式的确定 是根据我们抓到的数据包 这个链接的下方 有一个请求方法 这一个方法 它是post的 那么我们在代码这边就要用request.post 如果说它是get 那么我们在这里也要用get ok 请求方法的确定 是根据我们实际所抓到的数据包去确定的 也不是说 这是播放音乐 所以是post的 不是 不要扯玄学 对吧 我们实际所抓到的数据包 抓到的这个链接 它的请求方式是什么 我们实际上在这里 就要用什么 好吧 实际的这个代码这里就要用什么 ok 这个不要搞混了 我记得我已经讲过很多遍了 还是有同学记不住 记住吧 好吧 记住 关于请求方式的确定 我们要看这个抓到的数据包 它下面的这个请求方法 它是什么 我们就用什么 好吧 ok 然后我们直接这样去请求 请求完了以后 我们会接收到对应的这个响应 然后我们将这个响应打印 并且呢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test 右键里请看一下 ok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那 嗯 没问题 并且我们能够拿到这个音乐 是吧 好 然后现在呢 我们已经可以去请求成功 并且拿到音乐了 对吧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测试 什么测试呢 首先关于这个 加密参数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对吧 一共的话呢 会可能啊 就是会有两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呢 是关于我们的请求体的加密 第二部分的话呢 可能是关于请求头的加密 那如何去确定 它究竟是否为加密的一种手段呢 对吧 我们就去需要进行一个第二步 三 参数测试 比如说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里 请求体当中 一共有两个参数 对吧 那现在我注释一个 假如说我现在不要这个 能不能请求呢 对不对 来右肩运行 看一下 你发现请求成功 确实成功 拿不到数据 所以这个参数呢 它是必须要携带的 对吧 那下一个参数呢 注释一下 请求 也没有 所以的话呢 这两个参数 它是一定都需要的 这两个参数 它一定 它是一定都 都必须要添加的 好 那 它的必要性 我们确定了 那么如果说 我在这里随便去改一个呢 对吧 我随便把这个0 我给它改成1 能不能请求呢 也请求不了 对啊 那上面这个呢 也同样 对啊 我给它改成A 试一下 把这个B改成A 你发现同样 也是拿不到数据 对吧 然后一改成B 它就有了 对吧 那这种情况的话呢 一定是说 他们两个也不准去 随意去改变 那上面这个Hellus呢 请求头有没有加密呢 对吧 我们再把这个 注释一下 看一看 大家发现 这个Cookie的话呢 它其实不是必须的 对吧 只是说 它会做一些权限的教验 就比如说 我们去排一些VIP歌曲 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添加这个Cookie 但其他情况下的话呢 我们不加也没事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就能够确定啊 在这个链接当中的话呢 我们 在这个请求当中 对吧 这两个参数是必要的 好 那现在呢 我们要去看一看 假设说 我们现在换一首歌曲 这两个参数会有什么变化 对吧 还有后面啊 在我们的链接后面 大家注意啊 细心的同学还可以看到 在链接这里还会有一个参数 对吧 叫什么 CSRF Token 那如果说我不要这个参数 能不能拿到内容呢 对吧 试一下 哎 你发现也同样拿到 所以那个 这个参数需要分析吗 不需要分析 对不对 啊 OK 然后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分析完以后啊 接下来咱们继续啊 再来讲到 关于咱们现在如果说想要换一首歌曲 去下载 换一首歌曲去抓包 我们会碰到什么情况 刷新一下 然后刷新完了以后呢 我们去点击播放 对吧 然后找这个媒体 确认到这首歌的链接 然后呢 我们去找这首歌的链接 找到完了以后这里有一个数据包 来看一看 这个的话呢 是另外的一首歌曲 对吧 那大家可以看 发现就是 另外一首歌曲的话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吧 这个参数是完全不一样的 看没有 看没有 完全不一样的 好 那现在 我们又提一个假设 假设啊 我把这个换掉 能不能拿到 对吧 多去尝试啊 多去尝试 假设我把它换掉 能不能拿到 发现拿不到 所以的话呢 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确定一个什么答案 就是这两个参数 它是绑定每一首歌曲的 对吧 它是根据每一首歌曲的参数去 拿到的 就是去进行了一个绑定 对吧 这两个东西的话呢 必须就是 它的产生是有一定规律的 所以这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所得到的一个结论 你看这样的话呢 它就能够紧描到 所以的话呢 我们基本上通过前面的一些分析 就能够非常的确定 这两个参数 就是我们必须要去分析的 两个加密参数 对吧 这两个参数的话 就是抓包得到的 好吧 我记得你应该听关爱课 听了也有好几节课了 怎么 怎么回事 好啊 然后咱们接下来的话呢 是不是就要去分析 分析这两个东西的一个 开始分析参数的生成 那如果开始分析 这两个参数的生成呢 我们要在这个网页端 在这个网络面板当中 先来去 其实有两种方式 首先我要去找到 这两个东西是怎么计算来的 对吧 那如果说按照最简单的方法呢 我们就是直接去搜索 用这个搜索大法直接搜 我们也能搜到 然后呢 比较万能的方法呢 就是看这个启动器 根据这个 根据这个请求的调用堆站 对吧 一层层往上去找 找到它具体的一个加密位置 这个方法是比较稳妥的 然后不稳妥的话呢 就是搜索 然后由于大家的技术情况 我们好像也只能用这种搜索方法 大家可能才听得更听得懂一点 好吧 因为如果讲对战的话呢 可能又需要花个特别长的时间去给大家去补这些基础啊 就会比较难受 然后现在的话呢 我们确定这个 确定这个这个key 然后确定完了以后呢 我们看到一搜 大家发现搜到了很多个结果 对吧 搜到了很多个结果啊 然后好多的这些结果里面 它都 那有一样的东西啊 但是没关系 我们可以随便找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先找第一个好吧 我们直接看第一个 点开第一个以后的话呢 在这里可以看到 哎 它有一个这个key 对啊 然后一共搜的话呢 就在这个gs代码当中啊 一共搜一个 两个啊 在这里看到没有 打一个promise 一个这个key啊 enckey 那这这两个东西的话呢 其实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结果 是不是很像啊 打跟我们在那个请求体当中 你看 是不是同样也是这两个参数 那么这两个东西能够对应上 代表着这个很有可能就是 我们所需要的一个加密点的位置 对吧 啊 就是说将这个明文变成密文的 这一个过程的这个点 对吧 就在这个点 我们不仅能够看到明文 还能够看到这个明文变成密文以后的内容 那么我们在逆向分歧的时候 第一步咱们就是要去找到这个 找到这个点 明白吧 对 找到 找到这个加密函数入口 好吧 这是我们第一步 然后通过这个找的话呢 我们大概是已经确定啊 就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六七十七八十的样子 可能会在这 所以的话呢 我们可以啊 右键 在来源面板 打开这个 打开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搜一下这个参数 大概率是在这个位置 对吧 那么大概率是在这个位置 不一定代表着 他一定在这个位置 不一定代表他一定在位置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分析呢 在这右边 呸 左边 左边这里的话呢 有一些 有一些 这种 呃 航数的这个 断点 对吧 我们可以点一下 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呃 parmence的话呢 是等于这个 BBI9Z 里面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的话呢 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他具体的一个加密点 对吧 这个位置肯定就是他具体的加密点 啊 所以的话呢 我们直接可以把断点打在这个上面 啊 打在上面以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音乐开始播放一下 比如说我们点击播放 啊 那大家可以看到 点击完播放以后 啊 咱们的这个程序 你看在上面的话呢 会有一个已再调试程序暂停 对吧 就相当于说 程序的话呢 运行到这里了 就这个代码运行到这里了 然后暂停了 对不对 还没有 运到这里 然后暂停了 然后暂停完了以后的话呢 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调用的一个window里面的一个 方法 然后里面呢 传了一些值 第一个值的话呢 是这个 我们链接后面的参数 第二个值的话呢 是一个固定值 对吧 0100001 第三个值的话呢 我们来看 第三个值的话 哎 这个东西有意思啊 它是一个 比较长的一个串 对吧 一个支付串 我看一下它是啥 它也是一个固定的啊 它就传了一些这种值 然后第四个的话呢 是什么 第四个的话呢 是一个 也是相当于是一个这个值 对啊 然后就传到这个里面去 传完以后 我们看下一步 下一步的话 它就直接计算出来了 这两个值 对吧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有一个链接接口啊 那很明显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接口不是获取音乐的 那所以呢 我们先让它过掉 好 这里有它的链接啊 大家看到没有 这里有它的这个链接 我们只需要去看 这个链接呢 是不是我们当前的这个 音乐获取数据的这个链接 我们只需要去确定 这个就可以了 啊 当它链接为这个的时候 我们让它暂停 对吧 因为我们只需要去分析 这个接口 其他的接口 不是我们需要去分析的 啊 所以呢 我们只需要去判断 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在这个右边啊 它有一个监视 看到没有 我们加一个这个东西 啊 然后的话呢 我们让它过 继续过 继续过 然后你看就 就没了啊 就没了 嗯 嗯 怎么办呢 我们刷新一下吧 啊 刷新一下 或者说我们可以做一个条件判断啊 等一下吧 我们先手动的过一下 再会儿教大家一个条件判断 那OK 然后到这一步为止的话 大家就可以看到 对吧 这个接口的话呢 已经啊 就是跟我们这里的这个接口 已经对上了 对不对 啊 已经对上了以后 现在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断到了 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再来看它传的一些参数啊 啊 啊 它其实就是 你看 这里是不是就传的ID啊 对吧 看到没有 这里是不是就传的一个ID 然后才传了一些其他的值 对吧 传到这个方法里面去计算 计算完了以后 它最终会得到两个值 我们先来让它计算一下 好吧 先来让它计算一下 来回收一下 我们可以得到这两个值 那如果说现在啊 对 现在的话呢 如果说我用这两个参数 在我们代码这边去请求 请求完以后 如果能够拿到音乐 那么是不是代表 我们的加密入口就找对了 对不对 来试一下 第一个的话呢 是K 是第二 是这个内容 那是这个内容 再列一下 然后第二个 是这个test 把这个test也复制下来 好 然后我们来右肩运行 还没有 是不是拿到了 没问题吧 完全拿到了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确定 它一定就是加密函数 对吧 就是这个东西 它就是我们的 加密函数入口 好 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 这个方法究竟从哪里来的 对吧 选中到这一个方法 悬浮上去 在上面就会显示 它的位置 点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这个上面 在这里 对不对 然后在下面 可以看到它的负质呢 window点一个 它等于这个D 也就是等于这个方法 也就是实际上 它的加密方法 就是这一个 对吧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段点 打在这个上面 然后进来看一看 它一共传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那个D函数 第二个是E 第三个是F F是一长串 对吧 G的话呢 就是 这一个东西 这也是固定的 存完进来 存完进来以后 我们看它进行了 什么操作 第一个是先 它先去 附了一个H 这个H的话呢 是最终返回的一个值 对吧 然后呢 它定义了一个I I等于这个A 传了一个16 A的话呢 是谁 上去看一下 A的话呢 就是这个方法 对不对 看没有 A就是这个方法 好 然后A的话呢 里面传个16 它会得到一个随机数 对吧 A里面传个方法 它会得到一个随机数 好 然后得到这个随机数 以后的话呢 那么下一步 它会干嘛 下一步的话呢 就是传了一个 B里面 B里面传了一个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参数 对啊 然后又传了一个G 就是G的话呢 就是在上一个方法里面 传过来的 对吧 因为这些东西都固定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去了解 然后就得到了一个test 那得到这个test以后 我们看它下一步 它虽然得到了这个test 但是它没有结束 对吧 它干嘛呢 它还进行了一层加密 你看它 它用了这个I 等于这个A 它把这个A也传进来 然后再用一层B去进行加密 对吧 就是这个B方法 它用了两遍 对不对 对吧 这个B方法 它用了两遍 然后第一次的话呢 是传的这个G 第二次传的是这个I 对吧 传完以后 最终才得到了一个 最终得到了一个 我们实际去请求的一个test 对吧 然后K的话呢 就是直接传一个I 传一个E 传一个F 诶 F是谁来着 各位 F是谁来着 是不是这里啊 对吧 就是I E F 好 那么既然如此 我们不妨大胆地去 想一个问题 你看啊 现在这个参数 它是不是 就是它的教验 是不是不是特别强啊 那如果说我现在把它换一换呢 对吧 现在我把这个参数给它换掉 如果说它能够请求成功 啊 请求不成功啊 请求不成功 为什么请求不成功 猜一下 猜一下 为什么请求不成功 因为I啊 因为I这个东西啊 对吧 就这两个它是 这两个加密参数 它最终是如何去教验 它是否为 同一次请求 或者说是否为同一个接口 就是根据这个I 对吧 就是根据这个I I加密出来 就是I的话呢 它相当于是把这两个参数给绑定起来了 对吧 因为这两个加密 它都用了这个I 对不对 啊 那如果当它的I一致的情况下呢 其实这个test 你不管怎么变都是没问题的 对吧 嗯 OK啊 这是关于我们刚刚分析所得到的一个 呃 可能的一个结论 对吧 然后接下来要干嘛呢 那问题是现在我们已经确定了 啊 它是怎么加密的 对吧 你看呃 这一个是什么加密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啊 它上面写的已经很明白了 对吧 一个AES 啊 一个AS的加密 啊 下面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RSA的加密 那已经 它都写到你脸上了 对吧 那都已经告诉你是什么加密了 啊 然后其实 呃 不管是就是接下来啊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去分析 对吧 它是否为标准的加密 啊 就比如说像AES啊 RSA啊 对吧 还有还有什么来着 哎 还有什么来着 还有挺多的吧 忘了啊 比较多 还有DS啊 对吧 是否为这几个标准的加密 啊 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加密 啊 这个我们就 不去详细的讲了 看我们去分析 它是否为这些加密 然后分析出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去确定 对吧 但如果是否 如果它是这种标准的加密呢 那么我们其实就可以用 这个JS里面的酷去直接的实现 或者说用Pathor里面的酷去实现 对吧 或者说呢 我们也可以尝试用另外的一种方法 就是 嗯 假设啊 不为 不是标准的 加密 是这个 呃 网易云 专门实现的 一套 加密 哎 如果是这种的话呢 我们就得要去 手扣代码 对吧 我们就需要去手扣代码 好吧 就可能说 呃 不能去 直接用酷去实现 啊 就只能说把它的代码抠下来 然后在本地去跑出来 对吧 就是我们实现这个逆向的一种手段 好 那我们具体用哪一种方法呢 呃 我们用第三种 啊 我们用第三种 呃 这种的话呢 基本上 呃 可以说没什么技术难度 啊 基本上 只要你带脑子 对吧 带上你的脑子 然后把一点基础学了之后 啊 基本上 呃 手去 就手去扣是完全没问题的 就是 你去实现是完全没问题的 完全没有任何压力的 好吧 然后我们就讲 呃 下面这种手扣 呃 我们以那一种 比较标准的方式去讲吧 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建一个demo 那么我们刚刚已经确定啊 其实像 他所传过来的 就是这个第一方法 他实际上所调用的 对吧 实际上所调用的这个 他传过来的这个值 那我们在这里新建的这个方法嘛 啊 一个是第一 呃 不能这样命名啊 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样去定义啊 OK 然后这样去传值 好吧 呃 然后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啊 把这些内容给他拿下来 然后我们直接copy 是吧 下一个 OK 然后直接这么去传啊 但是当前我们直接运行的话呢 百分之百会报错 对吧 百分之百会报错 他说没有这个A方法 啊 没有A方法怎么办 那 这里不是A方法吗 对吧 拿下来呗 然后就去补这个A方法 呃 A方法补下来以后的话呢 我们再来运行啊 大家发现 哎 A方法已经有了 对吧 这个已经能拿出来了 已经能计算出来了 但是现在呢 没有这个B方法 好 B方法没有对吧 在这里看到没有 拿下来 但是呢 当这个B方法拿下来以后 大家会遇到另外的一个问题啊 那 他说没有这个东西 好 没有他 好办吗 好办 我们就去找他嘛 对吧 不就是没有他吗 我们就来搜一下 定位到这个90行这里啊 打下一个断点吧 大家好定位 90行 让我们好定位一下 我们看看他在哪里定义的啊 往上去找 你看 直接搜的话呢 直接往上找 看他从在哪里定义的 那你看 在这里定义的 看到没有 看到了吧 对吧 这里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定义他啊 那你就不管他了呗 直接全扣下来算了 从这个复制开始往下去复制 就复制到我们刚刚那个90行那里 我们刚已经打了一个断点了 你看到没有 复制到这里 把它上面这一堆全部都 全部都拿下来放到上面 好吧 然后我们再来冲行看还有没有他 来优点运行 就发现就有了 对吧 有了 那现在的话呢 没有的是啥 没有的是那个C方法 好 往下看 没有C方法 你看在这儿不是有C方法吗 C方法拿下来 好 优点运行 OK 就可以跑出结果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打印一下 有没有这个东西呢 对吧 也有 OK 搞定 就这么两分钟的事 对吧 简单吗 简单吗 就两分钟的事 所以为什么说 今天这个案例 是一个基础案例教学 对吧 就随便抠两下 对吧 一千多号代码 一抠下来 直接跑 搞定 甚至这个代码的话呢 好像还可以 好像还可以 好像不可以啊 我想那是 有一些方法 好像可以不用啊 但其实 因为它里面 本身用的 就是一个 特别标准的 一个库 对吧 用的就是 特别标准的 一个库 所以的话呢 基本上 没什么好去确定的 一个标准库嘛 你直接 抓魔作样具 抠就行了 然后 接下来 这边已经搞定了 对吧 GS代码这边 已经搞定了 好 那么现在 我们拿着 这个参数 能不能请求 拿到数据呢 还没完啊 对吧 我们拿着 这个参数 能不能请求 拿到数据 如果能 那么才算成功 如果不能 只能说 我们成功了一半 对吧 看一看 OK 没问题 好 那现在 如果说 我想要换一首歌曲 大家注意 现在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要换 我们来搜一首吧 好吧 比如这个 VIP真想 对吧 我们拿到这个ID 把这里面东西一换 你看啊 注意我把这个一换 换完以后 我们来优经运行 看 我们拿这个参数 如果实际上 能够请求到内容的话 那么 才真正的代表 没问题了 来 优经兴看一下 哎 哎 他直接下好了 你赌不能 赌出了 你给你们赢了 我叫你赌 稻